带大家到我酒店外面稍微逛一下 其实也是向大家推荐 如果你觉得这个价位还合适的话 推荐这一家酒店 我觉得总体来说还不错呢 就这个 这栋楼就是我的酒店 每天也就是三百来块钱吧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毕竟是四星级 它对名是这个 对面有一个叫做 First Central 我不知道是这个要更高级 还是怎么怎么样 反正 昨儿我就是从这个小门进去的 我酒店的吧 它更好玩的是在旁边有个清真寺 大家会走一下 昨天是从这条路上来的 突然发现 怎么在我 对吧 就在我酒店旁边 就有个清真寺 所以到了差不多中午吧 晚十二点半的时候 突然这边又开始送金生大作了 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一块就算是 一块酒店区域 好几家酒店嘛 还有一些酒店配套在这附近 转一下 不过确实挺热的 真确挺热的 昨天听了一位老兄的建议去买了顶帽子 虽然这帽子也有点冤肿 我花了三十五块当地的这个 当地的钱 也就是 我花了四十 也就是八十块钱人民币 八十块钱买点帽子 我觉得还是 也不是特别好的帽子 特别美 尤其美 美的恨美的恨 基本上这边的 我觉得清真寺的照片 都大同小异 我知道现在好像 北京也已经是 也已经是四十度了 我这边也差不多 在中午出来估计 四十度起 但比起昨天来说 还是要稍微适应点了吧 我去 昨天才真的是狠 这出来那个四十四度的温度 扑面而来 连当地的一个小哥 我昨天碰到都说 你怎么挑了一年 最难受的时候来呢 我给了他一个 好像无可辩驳的理由 就是 我说中国也是暑假 他说你做什么工作的 我说我是一个学校老师 不完全是撒谎 不完全是撒谎 虽然现在是属于 建格年 属于 比较 暂时没有那个什么的时候 还需要脱鞋进去吧 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事 就是在这旁边的话 有一个相当于 英特尔的园区啊 不是 不完全叫英特尔园区 应该叫做英特尔园区 园区 有很多的这种高新企业 我甚至在那旁边还看到了华为 昨晚上迷路的时候 找路过来的时候看到华为 好神奇啊 我觉得 再看一眼这个吧 得清真寺 好 那么这一段我们就先拍到这么多 好